293 星島日報 女紋身詩講故事做墨子 2015年7月13日講文 18眼見紋身被歧視 前廣稱羽毛球員 大學供讀心理學的女紋身詩高子薇 決心寫出一個個紋身故事 墨子是高子薇寫的第一本書 亦是他紋身店的店名 店內裝修與別不同 客人進門要脫鞋子 天花板掛了素盞吊燈 門旁影碟架放的都是文藝片 偶言回辦放映回 他說社會仍然有人是紋身事不正經 所以他從裝修下功夫 消除客人對紋身的恐懼 門醫護父母拜師學藝來找高子薇 紋身的大部分是老師、公務員、大律師和白領 他在身書修錄了這些人的故事 正正的又堅和又備長了一大片淡喝式的胎記 令他十分自卑 夏天逆穿牆就三遮蓋 甚至不敢交男朋友 為消滅胎記他用盡辦法 但仍是失敗 直到一天他決心面對自己 把胎記變成一幅畫布 聞了一頭六 六角獎七樹之 知上有鳥而在飛翔 現在他不會再把胎記遮蓋 希望鼓勵其他有胎記者受 H.克服心理陰影 高子薇不下聞過無數人 但最深刻的客人是他父親 高子薇生於醫學家庭 父親是私家醫生 母親是活時 當年兩老知道他紋身的時後 高媽媽頓角情天癖烈 命令女兒要拆掉紋身 高爸爸則比較虛通 當知道他紋的時一火星和幾個小羽毛球便鬆了一口氣 但心如思豪盡三迎侵 G.的時 眼見雙親反對 高子薇門柴 門繼續拜師學藝 直至快畢業時才和盤 托出打算把紋身當作終身職業 後來 高爸爸嘗試了解女兒的工作 到訪女兒師傅的紋身碰了解環境 開始慢慢接受女兒走上紋身師這條路 可能受到女兒追夢的鼓勵 高爸爸人到中年偽然放棄事業 隻身跑到非洲當無國界醫生 完成少年時期的夢想 父親回港後 高子薇拿了父親在非洲做手術時的 照片 找師傅紋在左肩上 回家後級父親看 得到的第一句回應是 媽媽知不知道 她知道一定嚇到 幸好 隨後補充多句 就算是紋我 以後都不要紋那麼多了 高子薇知道 父親看見了紋身是感到開心的 兩婦女因爲紋身的隔膜正式消除 高爸爸往後的日子一直讓後 曾打算民無國界醫生的圖案在身上 以防在戰亂地區被殺錯良民 但都被女兒反對 直到女兒寫書 高爸爸才選定了圖案文在左臂 是一個武士騎案子 這裏 崖上 前方是明媚的陽光 象徵案 L 夢 記者楊耀登 遇見 佛岸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